話年前 最後一個週末 王健民獻勝了台北科教館 跟上百位的球迷舉辦了見面會 原本投手王健民 週末獻勝台北科教館 跟百位球迷一起同樂 當然也要有問必答 小朋友的家有家玩放球嗎 小朋友喜歡玩放球嗎 現在他們沒有 因為他們現在他喜歡去打高爾夫的 小朋友打高爾夫 高爾夫球竿蠻長的 可是有小孩子短的 小健仔不玩棒球改練高爾夫 這可讓球迷們覺得好跳動 而再過幾天就是2015年 新球季勇士隊健仔要力拼大聯盟 趕快進入狀況嘛 然後有很好的春訓 然後可以在球季上開始的時候 就進25名單 王健民把目標放在春訓25人名單 曾經表示明年打不好 就要離開美國的健仔 特別用自身的經驗 要球迷們不要放棄 因為有一個夢想在的時候 你就會努力去把它完成 你不要走到一半 你就想要就 自己覺得做不到就放棄掉這樣 一方面精力粉絲 一方面也為自己加油 健仔的付出之路 真的需要大家幫忙集氣 記者 楊樹居來四號A1025 台北 參考不到 1號A11 2號A1025